外食族最常去的便当店或自住餐店 通常都向这家店会摆放纸餐具让民众使用 不过民众食用完纸餐具上常残留油污或菜渣 若店家未设置回收设施 废纸餐具就会被民众丢入一般垃圾桶 不仅增加垃圾量也增加焚化炉的负荷 因此环保署今年推动纸餐具 循环友善店家补助计划 我们有一个补助计划 那所谓的便当店或是业者 凡是有提供店内座位的 我们多一个补助计划 那每个店家我们可以补助6500 那这个6500就是包括一个 只餐具的回收设施 还有一个语音通知我们的 去店内吃的顾客呢 来做好这个回收分类的动作 那确实把这个我们的垃圾源头减量 也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这样子 屏东市一家素食自住餐 设置只餐具回收设施多年 发现还是常有民众会将 不能回收的垃圾一起丢入 每天结束营业后 员工还得再一次分类 店家呼吁消费者能协助妥善分类 随手做环保 遇到是一些像阿姨啊 还是一些那个比较说水准 没有说像说分类的很清楚都会乱丢 所以一些菜渣啊 跟一些可以分类不可分类都会全部丢在一起 所以我们都还要经过我们里面小姐员工的处理 环保局表示 只餐具为了防水及油渍 生产时会与表面涂有塑胶磷膜 回收处理分解后的塑胶膜是可循环再利用 如为做好回收分类会被认定为垃圾 必须增加职场废弃物处理能量 所以民众在前端的协助分类回收非常重要 我们收到那个缝化炉去焚烧 那增加那个缝化炉为一个焚烧的一个负荷 也会伤害到 当然也会伤害到炉体 那二来就是污染到环境了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大力的要来提倡这样的一个回收 环保局今年4到6月 已完成清查全线415家自助餐及便当店 除了已停歇业及无提供内用 及提供可清洗后重复使用的环保餐具的店家外 符合纸容器回收设施补助条件的店家共201家 目前已设置资源回收设施店家共40家 环保局机及辅导业者设置回收设施 也与店家合作 透过张贴海报 宣导民众正确的纸餐具清理分类堆叠三步骤 希望能大幅提升废纸餐具的回收成效 评论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